字幕提供 果然在最後一場喔 今天的最後一場是使用的 千千千 不知道前到幾代 車子去了啊 這個是什麼夏季杯的 的那個車種喔 跟昨天一樣 哇 周周阿宇跟夜明 是不是有些人比較會開那種舊車有沒有 對 進到夜明 你說回鍋玩家是不是 我早期超級強 太快的車反而不會開 對 那我剛剛夜明在開始 跟周周阿宇就佔據了一個領先的位置 後面緊接待要是蠟比跟Sky 不過正觀卻竟然接受了這個 這個挑戰書喔 畢竟他們現在是正需要分數的 是喔 沒錯 對 他們卻選這個有點 對自己實力很有信心 沒錯 果然正面迎接 還是夜明 我們的失誠狂飆 賽道之王的夜明 還是在前面 不過Sky跟蠟比已經追到了二三名喔 沒錯 那目前名次在成績 因為宇滴是落後的比較遠喔 宇滴跟平齊派 啊真的卡位 不過大家都出了一點失誤 對 直線之後抓抓魚上到了第二名 對 大家都有失誤 其實對於這個邏輯據來講是比較有優勢 因為平齊派跟宇滴太遠了 所以前面有失誤 後面有機會追上來 不過這邊三叉追上來囉 對 我們的陣光的臨跑者 C位 那三叉 喔 這邊好快 夜明 對 夜明追了上來 Sky也跟上來了 夜明跟抓抓魚好快 那接下來12名是我們的邏輯局 不過Sky不給任何不給機會 想要想辦法突破了這個12名的陣線 對 來到了最前面 不過這邊要小心再拉回來一點 這個以位置來講的話可能 邏輯局只剩下 喔 不過我們看到平齊派也上來了 平齊派也上來了 好快 剛剛不是要第七嗎 對 怎麼突然之間追了上來 代表是他們不用一定要拿12了 對 卡在前面就好 這邊的話 夜明這個突飄很極限 反而Sky這邊是直接被對手2打1啊 對 而且三叉選手也下去了 欸 這邊抓到一下 欸 欸 這邊很關鍵 中間名字不能掉 中間名字如果掉的話 很危險 對 非常多危險 我們剛才卡在前面 有沒有 有沒有抱的尾流 喔 好貼好貼 直線 沒有 來不及了 最後是喔 雖然只有夜明拿下第一名 不過 正光金斯高這邊拿下了230 哇 這一場關鍵還是在於中間名次的抓抓魚 那一直撐著第二名跟第三名的中間 可是他剛剛是 好得開始來到了第二回合 對 尤其是剛剛那一局算是一個逆轉勝喔 所以士氣上應該是提升的蠻多了 進到我們的中華主題的拉薩 起步 段位 最佳紀錄是我們CNC的彩原 1分47.1 對 彩原真的是刷圖巨獸 對 超多紀錄都是彩原的 超多都是彩原的 對 正光的三叉選手 雙段位之後 雙藍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配器 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看夜明是緊追在後 不會有段小段距離 對 目前的話 夜明把氣給補回來了 後面是2-3是暫時的一個2-3-4的領先 騙氣區 欸 這邊三叉主動失誤 帶到屏氣派 哇 給了個機會 對 打屏氣派往後一點 不過夜明和雨滴都追了上來 欸 抓抓雨 我剛剛小地圖他好像失誤了 而且不見了 而且不見了 對 不見了 很遠 對 剛好小地圖我剛好看到他 直接停在 停住了 應該是死 喔 這邊帶到我們的三叉 三叉 那這邊一個隊友已經確定第八名的情況底下 其他 要好好加油囉 這是局部的一個試打三 就看一下Sky跟Nabi 這個直線尾流 爆刊 夜明就在第一名 夜明依舊展現出他個人的一個實力喔 夜明剛剛三叉已經是看到 他拿到了這個牌 這個首位 對 是一個個人實力非常厲害的一位選手 那也是 算是B組一位明星選手 是 沒錯 那不過隊友的部分佔據了第四 第五 第六 對 直線 單噴 延續單七之後 騙氣 欸 這邊放數 欸欸欸欸欸 想要殺了一個措手不及可惜是沒有打到 想要搞事 因為發現隊友的名字是不太好的 對 哇這個算是有為隊友做出一些助攻 想要做點事情 對 不過目前Sky是躲了還不錯 那看一下這個右邊的拖飄 尾流爆開 隊友還是有上來喔 對 不過感覺這個 對於夜明來講可能要選擇相信隊友 尾流 這個右甩夢幻拖飄 哇這個人失誤了 過了Sky失誤了夜明直接過去 夜明 這個隊友有沒有成績 隊友隊友 隊友好像沒有1378 哇 又是一個夜明的精湛的操作可惜隊友 又是輸掉了比賽 又是輸掉了比賽 而且這個是最可惜的是1378 對就差了一個名次 只要進一個名次 就贏了 因為最後是夜明已經盡力了 因為他最後那個夢幻圖 是我們的11所寫下的2分0 4.75 雙段位之後 這邊單段位 這邊選擇一個比較實戰的過法 夜明到了過去一樣佔據了第一名的位置 三叉在第二名 我三叉在這邊小小卡蘭 那這邊的話是 夜明搶到了領跑 第二個箭頭平齊派在第四名 那雨滴一樣在第四到第五名 抓雨一樣在他的一個很熟悉的位置 第八 不過來到第七了 不錯不錯不錯追上來了很好 OK 對那夜明依舊是在他最熟悉的第一名 對第一名 夜明跟三叉一樣是領先的 那當然隊友的部分 這一回合雨滴印了起來 卡在了中間的位置 加油 需要靠雨滴的中間位置很重要 因為這次一場夜明的領跑看起來 欸夜明失誤了 對啊 沒有失誤 不過還好是在第一圈 對還好是在第一圈 在第一圈的尾聲 我們還有機會追 對 哇那這樣的話三叉也是我們的 正光這邊的 領跑位喔 對那我們看到這邊應該一個 失誤三叉領先很多喔 對不過這個距離 我覺得到第二圈的中半段 應該還是可以跟到的 因為以夜明的速度來說 他其實算是一個 後追能力蠻快的選手 非常強的一位選手 我們看這個貼完已經貼到 已經有點近了 對很快 跟Sky也想要上來干擾 夜明追得很快 對他後面Sky想要鬧 但有沒有辦法鬧到好像是沒有辦法的 但夜明還在前面 對 又突破區域 開始進到可以吸到尾德的區域了 唉唷 喔這個拖 單拖單拖 哇一路多吸喔 哇 這這 阿卡住了 沒辦法這個 拖太 拖得太長了 對有點控制不住了 雨滴雨滴 2457 難道雨滴這個時候 小腿要變大腿了 對 三叉這邊有沒有機會 啊 喔 耶欸欸欸欸 回來了 一個瞬間移動 對這個是 這個是OB OK沒問題 沒事沒事 每一個名次都很重要 2467要再一起上去一個名次才會贏 對 要2357喔 對 雨滴這邊 哇 夜明的話 可能要插車 看我可以擋一下 我幫他擋 欸欸欸 雨滴 尾流爆開 欸 有啊有擋到 有擋到 發單沒氣了 哇 沒氣沒搞頭了 盡力了 盡力了 這一回合這個 其實有感覺到 這個隊友像雨滴其實也是咬在很 很不錯的一個成績 除了一野卡在的第六名 對 只能說 震光的團隊的戰力還是 遠大於我們的 羅技居啦 就是羅技居確實是 一味都不能 那我們先 專心回到我們的比賽裡面 對 這個起步之後 究竟 這個 羅技居能不能出來 把這個就是 震光的2分 給守住 還是我們的震光能夠拿到5分 起步出去之後 道具 盾牌 水蒼銀先丟掉 對 那我們 這個地圖是旋轉木馬 藍方式 羅技居 紅方式 震光精絲高 加速 再過去 那目前領先的是 葉銀 不過距離也很 很很很閃 很小 哇 抓抓魚 這一個 這拉起來很漂亮喔 這個直接 而且還拉到蠻多震光的選手 是 哇 這個果然 進到道具就該發揮了吧 我們的抓抓魚選手 對 我們看到葉銀在這邊 位置稍微被 速度被延緩了 兩個被吃掉有點可惜 不過地雷丟了出去 對 這邊的話是 澎咻 我們的企鵝跑到第一名 對 那前面的話是 蠟筆跟三叉 對 是 這個羅技 呃 震光的選手 天使 那這邊的話 我們的澎咻 喔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好像有點可惜 再貼一點就可以躲過了 對 這個應該是以為躲過了 以為躲過對 他可能覺得 不會踩到 就還是踩到了 這個冰箱其實非常久 大家的距離又再次拉近 喔 這個水球 欸 可以 提早結束了 我們的正觀目前三叉 還是在領先的一個位置 不過後面是 這個虎視眈眈啊 對 水仗贏下來 閃電也下來了 喔 馬超慢 直接超緩 對 直接停了下來 又是水 直接從第一掉到第七 一掉到第八 哇 1到8只需要3秒鐘 對 這邊我們看到瑞 喔 又是瑞嗎 欸 這個水球 喔 這個剛好定竿了 不過手上還有一個 N那個加速的氮氣 先把它開掉 對 把它開了往前追 那這邊道具被吃光了 不過前面看到是 蠟筆跟雨滴嗎 天使 最後一個直線 有沒有道具 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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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雨滴還是 哇 雨滴過去了 哇 品科要笑了 哇 雨滴這個 關鍵的守衛 剛好鏡頭沒tag到 不過剛剛最後的直線 前4名的差距都很接近 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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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是1分41秒 不過最後是雨滴 雨滴 雨滴 小心非常喜歡吃的 巧克力 頭飾 那出去之後 很可愛的頭飾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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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吃道具 結果沒吃到 然後也 有沒有這麼憨吃 然後又撞牆 這個是賠了 又折兵啊 對 哇 這個 有沒有這麼餓 是不是我們撲著撲的 直接走最邊邊 想要吃道具 看著這個 我們一直在提到這個 快車肉乾啊 品客啊 看著看著就餓了這樣子 對 聽著聽著就餓了 沒吃到還跑去撞牆 那個有點尷尬 對 那這邊夜明是戰局領先 不過其實領先幅度不大 大家都還有機會 對 喔 兩個水蒼林 好多好多 各種道具 哇 飛起來 哇 這一個好多 這個 哇 滿地都是東西 滿地都是道具 水球鳳凰 什麼都來 這個人生也太難了吧 對 我只是想要前進而已 怎麼這麼多道具啊 怎麼這麼難走路 好 我們看到這邊在前面 再來一個 欸 召召也上來得很快喔 然後第二名的 那個瑞也上來的 有有有有有 這邊慢慢的上來 大家全部都撞成了一團 對 那個瑞選手的狀態也是非常不錯 欸欸欸 喔 差一點點都沒過去了 以為要下海了 對 還好還好還要下海 還佔據第一名的位置 不過大家自己的位置都還很接近喔 丟掉 那個 先丟掉這個飛彈 轉圈圈 還好只是轉圈圈 盾牌 跟捷飛碟 欸 鬼頭 一個大魔王 對方是稍微干擾到的對方 領先的距離有點慢慢拉開囉 喔 瑞這邊 對 在第一名 而且第二面是夜明 喔 讓給夜明您跑 對 對 這邊的話是 蠻有想法的 水球先丟掉 想要吃一些攻擊道具 欸欸欸 回來了 欸 他 他 喔 守住了 這邊的話 再來 喔 不過在這邊這個大魔王 大魔王應該是沒用在這個位置 水長銀 哇 這個 瑞 又被起來了 前面唯一有機會的是Sky 瑞很關鍵喔 Sky是有機會的喔 Sky是有冰球 Sky的冰球 冰球可能要等嗎 飛彈跟冰球 但丟完冰球自己追得到嗎 對 所以他選擇先去看看 哇 這邊中火了 哇 那這個的話 有辦法沒有辦法阻止 最後夜明 直接抵達終點 我們恭喜 哇 羅技 羅技以及品克 這個兩敗俱傷的 這 的結果 哇 今天 由這個羅技區擔任這個 這個我們講水鬼齁 直接抓起來 對